哈嘍 各位弟弟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做到民國112年9月20日星期三 那現在是下午時間大概5點多了 趁傍晚的時間呢 我們要來幫這個烏龍膠 這一工烏龍膠我們要幫他做一個套袋 那套袋之前呢 我一樣稍微幫他做一下整理 把這個能撥得到的這個花呢 把他拿掉 這樣子裡面會比較乾淨一點 撥得到的就撥了 撥不到的就算了 有些時候這個如果還沒有很乾的時候 撥掉他會流滷汁出來 他流滷汁出來就像這樣子有沒有 這個 會有一些比較醜 賣相就不好 不過這個我們沒有在賣無所謂 撥了先把他撥掉 待會就把他套袋起來 不過今天套袋可能有點困難 是上面不知道有沒有辦法綁得到 為了帶那個套袋過來了 小雞胸送的這個布 布置的一個香蕉套袋 那套之前呢等一下這個要把它割掉 我們不會割這邊 我們會稍微留長一點 因為他會 他會往回爛 往回爛回去 所以 避免影響到這邊 我們會割長一點 那現在呢 就把鏡頭固定起來 我們準備來幫他做一個套袋 YESO 我們把它拉遠一點 我們把它拉遠一點 好 拿掉 這個東南亞 這邊有人會吃他裡面的那個花 那我們就不要了 他要割掉之後他一直在流魯絲 這個小雞胸送的一個套袋 我看有好像 綁不太到 啊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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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綁不到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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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辦法 找看有沒有可以墊腳 找看有沒有可以墊腳 希望他撐得住我的體重 喔 這有點危險 好 不錯喔 遠長 弄得到 太好了 好 那接下來就是 底下地方 好 底下一樣要把它綁起來 好 避免呢 果蠅從這邊跑進去 好 你家這個我就直接喔 再把它捆起來就好 這樣就可以了 之後要看的話 打開就可以看他有沒有成熟 好 這布套袋很好用喔 這個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可以一直重複使用 那這邊還有一串 這一串呢 再讓他 這個再乾一點 我們再幫他處理掉 那 再拿套袋來幫他做套起來 套起來才 溫靠很好吃 不然這個其實香蕉也是有果蠅的問題喔 大家不要以為香蕉沒有果蠅的問題 香蕉果蠅的問題也是很嚴重的 有時候你以為 看起來外觀看起來很漂亮 結果你吃下去的時候 裡面都是果蠅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這個經驗喔 所以我們知道套袋很重要 套袋除了防止 果蠅之外 也稍微可以防止松鼠 不過之前 有一隻松鼠喔 很可惡 把我們的 布置的這個 那個布 布這個套袋呢 把它咬破了 然後跑進去吃啊 也是有這種經驗喔 不是沒有齁 這時候 這時候撥他的時候 都還有 還會留這個 還會留這個 所以我們暫時就 不撥他了齁 就暫時就不要再撥他了 等他再乾一點 我們再來處理 原子裡面的香蕉喔 越來越 越多了 今年香蕉 還算蠻多的咧 那旁邊這個也是啊 旁邊這個 這個比較早 比較早套袋起來 但這個袋子呢 是用我們飼料袋 老媽過來套的 裡面的膠條呢 比較大一點點 比剛剛那還大一點點 OK 那另外這邊 不知道有沒有 有沒有來花了 這邊這個還好 這個應該 再不久也會來花了齁 那比較遠端那邊齁 有那個雙公膠那邊 也來了蠻多串花的 包含我們的園子的前頭 有那個蛋膠 蛋膠也是已經有來花了 而且已經有香蕉串 那這顆也是我們的蛋膠 我這顆蛋膠底下 長了很多的蛋膠的西亞苗 我都把它割掉 割掉它還會長 不過長出來有在割掉 長出來有在割 為什麼我不把它挖起來 因為挖起來的話 底下那個 金塊 那個香蕉 那個底下有一個很大的金塊 你挖下去的話 它會站不穩 風來的時候它會倒下去 會倒掉 所以我就用割的 我就沒有用挖的 除非要種齁 除非有人要種 我們才會用挖的 不然就把它用割的 OK 來園子這邊巡視一下齁 剛好 車上有套袋就拿起來套一下 好 OK 那這是我們伊甸園的香蕉 很多種品種齁 我們現在今天做的這個是烏龍膠 風味非常的好 上禮拜呢 有好朋友來跟我們拿了烏龍膠的膠苗了 那目前呢 暫時已經沒有膠苗可以分享了 之後還有的話 我們再跟各位報告 好 我們下次見囉 拜拜